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姊妹 早晨 早晨 好感谢神给我们来到这里见面了 又会在网上敬拜了 唱诗歌之前 请大家低头祈祷 爱我们父神 我们感谢你 天父亚在这个疫情里面不经不觉 度过了很多个月 天父亚 求神你再一次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仍在家里敬拜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首极心清 让我们有圣热的心灵 在这里敬拜 天父亚 求主你也帮助我们 主亚 求主你也帮助魏牧师 让他有智慧来说神的话语 主亚 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 神亚 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主亚 我也记不见这个疫情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能够养前线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来去照顾病人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能够养疫苗 都快点有 让我们可以打了这个疫苗 天父亚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主要在这个疫情里面 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很担心的 害怕的 希望祂天父你也安慰我们 我要感谢你 天父啊 我也今天有守圣餐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洁净我们 让我们有圣热的身心灵 来到这个守圣餐 求神你也帮助我们 我要感谢你 主啊 我也与张以下的时间 都居然交托 我要感谢你 我要借恩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名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分口三首诗歌 打首诗歌是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由拳裔身旁一切罪恶 也有幸福 体贴 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明昭野和我 有权威荣光 有恩典赤爱 是喜在尽在永在地深 有一位神 有权能长照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离魂 有一位神 宝座在拥有的宝座 却实在世界中就能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为骄傲也和我 有权威荣光 有恩典赤爱 是喜在尽在永在地深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冰早也和我 有权威荣光 有权威荣光 有恩典赤爱 是喜在尽在永在地深 有权威荣光 有恩典赤爱 是喜在尽在永在地深 有恩典赤爱 有一位神 他名叫耶和华 他又真又活的神 第二首诗歌是 他又真又活 这首是新歌来的 我们试唱一次哈 试了 我要试了 靠出场试了 试了 是星星的选择 赞美 我要赞美 高声赞美主 因他方式成全 方式都能做 往事和背后 都有上帝的恩典赤爱 他在看 他在做 他又真又活 当他的时候 不合适合的成就 他全吃 他全能 他又成就我 试了 我要试了 靠出场试了 试了 是星星的选择 赞美 我要赞美 高声赞美主 因他方式成全 方式都能做 方式的背后 都有上帝的恩典 他在看 他在看 他在做 他又真又活 赞美 高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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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接着我 万事的背后 都有上帝的恩手 好像这个疫情那样 我们不需要怕 日子很难过 但是都会过去的 这位神 不单止是又真又活的神 祂还常常都以我们同在 因你而我同行 第三诗诗歌 因你而我同行 我就不畏之无情 方向是你同行 永恙是你公寄 因为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畏绝望 魂魄软朵中 有你只恩我叫你刚唱 今风暴过黑夜 逐渐满越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永远向前 愿我错清路几 愿我错清记忆 处处留下 有你空在敌人的远近 一只恩我叫你公寄 一只恩你同行 一只恩你同行 我就不畏孤寄 欢笑是他同行 又想是他公寄 你出现你力量 留下不畏绝望 魂魄软朵中 有他只恩 有就得当场 今风暴过黑夜 都见某月阳海 留下手牵引你 留下勇往上前 愿你锁清路几 愿你锁清路几 愿你锁清记忆 愿你锁清路几 有处留下 有处同在敌人的恩情 有主同在 有主同在 就是恩典 我们唱诗歌到这里 以下时间交给魏牧师 今天魏牧师讲的主题是 福音的奥秘 各位弟兄姊妹 你好 又再次在空重通 空议中 和大家一起 有敬拜的时间 在开始之前 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慈悲人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而一样我们可以回到大会里面 在空议中 和你见面 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 愿主你力的灵 此刻愿会同在 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敬拜当中 都能够好好的赞美你 上网祝你 将以下的时间交托 求你掌管一切 祷告 奉主耶稣激星人靠 阿们 今天是《以忽所书》的第三讲 讲题是福音的奥秘 经文记住在《以忽所书》 三章一至十六节 在开始之前我想大约讲一下今天讲到经文的内容 主要都是保留他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 为自己坐牢等等的事情 向弟兄姊妹 向《以忽所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解释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迫害 面对这样的迫害 开始之前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保罗的生平 保罗原名叫做素罗 他在未信耶稣之前 他就是犹太教的狂分子 什么叫犹太教呢 就是以色列人所相信的 主要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那些教导的东西 他不信新约的 所以他们的犹太教徒就是相信旧约圣经的人 他们不是教徒 他只是相信旧约圣经 所以他们叫他做犹太教 素罗是在未信耶稣之前是犹太教的狂热分子 他怎么狂热呢 看到基督徒就抓去打 抓去坐牢 是迫害基督教的一个很狂热的分子来的 但是有一次他去大马式的路上 大马式就是今天的大马士甲 去那个路上的时候 想去捉牙基督徒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呼召他 那时候主耶稣已经死了 伏了活生天 耶稣的声音 耶稣的灵在空气中呼召他 有一个强光照射他 看不到他跌在地上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亲自呼召 是主耶稣亲自呼召 所以他在那一刻开始 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世主 所以他成为基督徒 信了耶稣基督教之后 问题就来了 他以前是犹太教徒的狂热分子 现在来说 基督迫害基督徒 还去传基督教的福音 所以犹太教徒就看到是伴徒 他以前迫害基督徒 现在呢 反过来就被犹太教徒去追杀他了 随时见到他 就要打他 抓他错了 今次就要杀他了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没有办法而已 只能够回家乡的避难 他家乡就大数 在今天土耳其的地方里面 回家乡避难 他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 原来他信了耶稣之后 很前努力地研究这个基督教 他德高圣年在那时 完成了整体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今天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主要都是在保罗所写的13本书里面 他慢慢的一部分抽出来形成一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所以可以说 保罗他是一个神学家 他基督教的神学连击了 成为一个整套的完整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家乡避难了大约超过十年的时间 想着够钟 就感动巴拿巴 走去大数那里找他出来 请他复出 复出了之后 一起去到柯提柯教会那里 两个人都受到柯提柯教会的差派 向外邦人传福音 两个人一起去 第一次传福音 两个人一起去 向外邦人传福音 第一次传福音之后 保罗就和巴巴分了 他一路由柯提柯教会向西走 一直去到欧洲 今日欧洲的地方 一沿途 报道 沿途 传福音 他不单只是报道 还建立了很多间教会 今天基督教会能够传到欧洲 可以说是保罗的很大的功劳 保罗很大的功劳 他不单只是传福音 还建立教会 三四传福音的所用的时间 好像是十三十四年估计是十三十四年的时间 他要返回耶路撒冷 向当时耶路撒冷的领袖 比特阿坦丹去述职 说说他传福音的工作是怎样的 述职之后 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他去敬拜 被邦派教徒见到他 立即捉住他 还打他 几乎想杀死他 很好 那时有个罗马军官千夫长 击吓在那里 叫兵来立即保护 把保罗的脚和那班暴徒分开了 保护了保罗 但因此保罗就被囚禁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一路囚禁了两三年的时间 一路都没有放出来 因为那时的罗马军府不想放他 那些犹太人 以色列人 很想他死 所以不停地要迫害他 甚至不想去告他 但秦府为了不想得罪那些犹太人 所以不放他 在耶路撒冷的地区住 坐牢 大概两三年之间 他说要上诉到罗马的海塞隆帝那里 秦府就将他解到罗马那里 路程也是相当远的 他在罗马那里 在开展的时候 他在罗马的监力那里 他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 可以很自由地出去出入 也都可以很自由地守着他的官兵 传福音 但是最后相传 因为罗马皇帝当时好像是李陆皇做皇帝 就不忠意教教 所以当他的案件上诉到皇帝那里的时候 皇帝立刻就解释 《诗经报》详细说他怎样死 但是估计他就死在罗马狱中 死在罗马狱中 这个就是保罗的申请 保罗写《以法所书》的时候 是在罗马监里面坐牢的 《以法所信徒》 听见保罗坐牢 你猜会有什么反应呢 不要说不要听 假定有一天 你听见我被抓去坐牢 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第一次反应当然是 这个人有没有犯了什么大罪啊 被抓去坐牢 所以保罗也是 保罗是不是犯了大罪呢 所以被罗马狱中兵都抓去坐牢 第二个问题 保罗所传的宗教 是不是正派的呢 还是邪教呢 因为邪教才被官兵拉的嘛 是不是 邪教才被官兵拉的嘛 正教不会的嘛 所以那些人也会怀疑 保罗所传的宗教 是不是邪教 正常有些人会想想 即使不是邪教 但是为什么保罗被抓呢 他是以什么身份来传福音呢 是Carafe 还是什么东西呢 Carafe 那我们不需要听他啊 保罗是以什么身份来传福音呢 最后一条问题就是 会否受到牺牢啊 哇 他在坐牢 第二天会不会罗马官兵来 那个教会里面 既然人就抓啊 是不是抓了他坐牢啊 我就会受到牺牢啊 所以保罗所传的对保罗被囚的反应就没有了 但是总观来说 部分的信徒不是全部 是信心开始动摇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动摇 这个就是当时的信徒的反应了 因此 经文就很清楚 保罗很清楚 向以法所传道解释 为什么他在罗马监坐牢 为什么他在罗马监不坐牢呢 经文就说 三章一字到二字 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这个经文就说 保罗被囚的原因就是 为你们外邦人 所以保罗很清楚说 他不是因为自己犯了准 不是因为自己犯了准 是为以法所信徒的岳巴人 信徒去坐牢的 所以基督被囚的 他的坐牢呢 最终目的是哪个呢 就是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被抓去坐牢的 他不是传什么 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现在清楚说到他不是传邪教 也不是自己犯什么罪 最后他已经说到是神的托父 神的托父 为什么要传耶稣基督的福 因为他和巴勒巴都是正正式式 在安提科教会里面 正式猜派他出来 去向神 向外帮他传福音的 他终于在这里要解释清楚 他怎么突然间走出来传福音呢 他说到神预备 他说他成为传福音的工具 三章三字三章六字五说 用看时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怎麽念了就能晓得我心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仗如今藉着圣灵 啟示他的圣献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算外帮人在基督耶稣里 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这里说到福音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其实两种东西都是同一样东西 一是福音 就是基督耶稣开始的 神怎麽向保罗启示福音的奥秘呢 保罗在大数隐居的时候 因为他努力研究基督教 只靠自己的努力 有时成就很有限 但是神要重用这位奥秘 所以他得到圣灵特别的啟示 知道福音的奥秘 知道福音的奥秘 刚才的经文也很清楚讲 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 即使以前世代讲到 在旧约时代没有人知道 这个福音奥秘 但是如今就在新约时代 神才显明给使徒和先知去知道 这个讲明奥秘显明给使徒先知 当时来讲 在保罗之前 神实际已经向一些使徒显示了 例如向彼得显示 叫他向外巴人出福音 亦都向其他的使徒显示 叫他向大监全福音 亦都向巴勒巴或其他的显示 叫他们去向外巴人出福音 所以神的基督的福音 或福音奥秘 就是已经在保罗之前 开始向使徒和先知去显示 究竟是什么呢 经文里面很清楚 奥秘就是外巴人 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可以和以色列人同为后治 同为入体 同蒙英许 在教育时代 以色列人 在教育时代 他们在教育时代 他们在教育时代 他会把福音传给他们 但他们没有把福音传给我们 帮人 神也没有给他特别的使命 支持 叫他把福音传给我们 只是叫他去到那里 不要跟外邦人混合 结婚 叫他继续坚持 他是神的主人身份 但是 在新约时代开始 就是基督的福音 就是 以色列人同为后治 和和邦人同为后治 什么叫后治呢 就是 大家都是神的言虑 大家都是神的言虑 以前来说 以色列人觉得 他自己才是神的言虑 因为阿伯拉罕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言虑 但是 在福音传给奥秘里面 就清楚显示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同为后治 即是同为神言虑 同为一体 是什么 大家一体 在教会里面 一起生活 在教会里面 成为教会的信党 会友 成为一体 大家都在教会里面 平等 不再分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分 和蒙英海 都是得到神的保护 得到神的基业 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 神啟示的福音奥秘 简单来说 就是 再没有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分 再没有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分 什么叫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 以色列人自己 称所有其他人 不是以色列人 叫做外邦人 在福音奥秘里面 再指明了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再没有分开的 基督教是全人类的宗教 不是只属于以色列人的宗教 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 再详细解释一下 基督教旧约和新约的旧约 基督教 其实可以说 是神主动 将他自己 介绍给全人类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很多宗教 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人自己 给他脑海中 想出来 那位神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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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不知道 真正的神是怎样的 是人的脑海中 創造出来的神 那基督教 是神主动将他自己 介绍给全人类 神没有说 一早跟阿巴拉罕说明 我就是这样的神 他是主动揀穿阿巴拉罕出来 由阿巴拉罕 慢慢地经验到 可以体验到 这位 主义独一同二的真实 是怎样的 所以 神是简直 这个教是神主动的 将他自己 介绍给全人类 什么的 圣经里面 就分旧约和新约 所谓旦 旧的合约 新约 就是新的合约 就是所谓的合约 人与神之间的合约 但是旧约时代 圣经旧的时代 由苍世纪一直到耶稣出生之前 那段时间叫做旧约时代 旧约时代 由于神是减选了以色列民族 为一个工具 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工具 是借助以色列民族 接触全人类 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呢 一定要有一个受点 他就要找阿巴拉罕出来 然后阿巴拉罕后来 就是神的选民 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记载的人 就是以色列人和神 整个的关系 以色列人 这个民族 和神整个关系 所以神是解释以色列民族 就是一个工具 去接触其他的人类 然后将他自己介绍给全人类 这个就是旧约 新约时代是怎样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 在十字卡上 从死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旧约时代 旧约时代 即是因为在旧约时代 只是以色列民族 才跟神有直接交往 这个就不是神的本意 神的本意 神的本意是将他自己介绍给全人类 所以旧约结束了 新约来的时候 神就要借着耶稣基督 将他的救恩带给全人来 带给全人来 要得到神的救恩 在新约里面 要得到神的救恩 那条件 要相信耶稣 跟旧约时代完全不同 旧约时代 耶稣基督未曾出现 未曾出现 所以人要得到神的拯救 就一定要遵守在旧约时代 但是新约的时候 要得到神的救恩 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 一定相信耶稣基督 比起来耶稣基督是救主 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 以色列人怎么办呢 他都没有例外 要跟所有其他人一样 都要接受了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在这里可以说 基督教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或者不是属于欧洲人的 或者近年美洲人的 我们称为羊教 在我小时候的人词 我信基督教的时候 我没有说什么 你不要信于羊教 鬼佬的 鬼佬的 鬼佬教的人都很信的 所以叫他羊教 但是我今天所知道的 以色列人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宗教 不是属于欧洲人的宗教 也不是属于美洲人的宗教 是属于全人类的宗教 那是怎么可以证明全人类的宗教 今天基督教包括 活动 正教 天主教 正教的基督教 三个都是相信耶和华 父圣 父圣 子圣 灵 三个一体神的 这个宗教是世界上 最多人相信的宗教 也都绝对不是邪教 邪教就是要叫贺人 或者拿你钱 基督教是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基督教绝对不是邪教 也是世界上最多人相信的宗教 保洛坚就指出自己在基督教中的身份 那他去传福音 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你是Kell Affair 还是很大的人物呢 他要很清楚介绍自己 三章七节 他就这么说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音词 这音词是照他运行的大名 刺客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少的还少 然然套还似我借恩典 叫我把Kell Affair 靠那策不透的丰富 全级外邦人 本来指出他自己在Kell Affair 教中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就是福音的执事 福音的 什么叫执事呢 大家都知道教会的执事是负责 执行 教会的工作的人 他不同事工负责执行的人 所以福音执事 就是神伟太保罗 他特别就是向我去帮人 全福音的执行人 执行人 就是由他去做主要执行人 当然有其他人 当然有其他帮手 但是他主要就是执行人 神的恩赐 神就这样执行人 你去吧 神给他很多的恩赐 他恩赐是什么呢 他保罗本身有高深的学识 有高深的 他在微信教教之前在犹大 他也有相当高的学识 他是犹太教的 出名的夫子 拉玛丽的学生 总之他有高深的学识 不单有高深的学识 他有口才 谁知道他有口才 你看《史诺行主》里面 他去到希臘 他跟他人在辩论 看到什么 他说这个 他们出经法 是不知名的神 可以看到他的口才 是相当不错的 有学识 有口才 都没教 神给他恩赐做法 他是精通基督教的教义 精通基督教教义 所以 三月教义 他是最适合 去做福音执事的 刚才金文現在说到 他比信徒中最少的还少 是不是保罗很谦卑呢 有些谦卑 也都是真实 也都是真实 为什么他比信徒中最少还少 一般的信徒已经很少了 保罗哥 嗯 这么低的人物 所以他说自己比信徒中最少还少 原因就是 他曾经是犹太教到狂烈分子 看见到基督教徒 就要抓他 又拉 又锁 又打 又诚实 又杀 在这样的情之下 信主初期之后 信了基督教初期之后 每个基督教徒 每个意识是基督教徒 什么教徒 见到他都怕 见到他都怕 不要说尊敬他 哇这个人 不如他又来抓我 见到他怕 所谓一般人都不会自罚他 是基督教徒 因此 他在教宗的地位 真真正是比信徒中最少还少 但是神偏偏就描述他 神的恩典 这个就描述他出来 委以重任 委以重任 将基督教徒 那筛不透的丰富 传给我帮人 就是介绍耶稣基督 他那种爱 介绍耶稣基督 他做人的等等 所谓的救恩等等 传给我帮人 这个他觉得是神给他 特别的恩典 不是苦差 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 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他 接着 看看神的安排 隐藏于神的奥秘和安排 三公九到三公 章11至5讲 由始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 创造万贊之神女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助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作得之神 百般的智慧 这是 即使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命主 基督耶稣里所定的字 今天很多奥秘 基督的福奥秘 一福音奥秘 我刚才说过基督奥秘 福音奥秘 两个一样 这和第三个奥秘 就是隐藏在神 创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这个 跟刚才那两个有点不同 这个是讲到神的秘密 知道如何安排 如何安排 将神的奥秘 介绍给全人 这个奥秘是神 他自己知道的 他是如何安排 将神的奥秘 将神的奥秘 介绍给全人 那如何安排呢 就是直着教会 直着教会 在地上建立教会 董筹福音的国务工作 在旧约时代 有没有教会呢 旧约时代没有教会的话 是新约时代才建立教会 所以经验很清楚 是直着教会 在地上建立教会 董筹各项的福音的工作 目的是什么呢 使到天上执政的掌权 这个天上执政 不是在天上面做 做华士那个 他是由他承认 在地上执政的 天上执政 没有说 他们没有说 他们不要执政 但是意思就是 天上执政 承认 地上哪个人在掌权的 在地上做什么的 所以暗示 教会的对象 不是只有一个民族 不是只有一个民族 是包括世界上 各个民族 中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歐洲人也好 法国人也好 喜欢各个民族 还有各个阶层 各个阶层有执政 有掌权 有富裕 有一个很窮 有知识分子 有打工仔 什么也有 所以 教会的对象 就是各个民族 各个阶层 这个神的安排 要所有知的对象 都得知神百般的报备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都清楚说 教会的职责是什么呢 包括传福音 和牧养信徒 不是 如果他们不牧养信徒 信徒怎么知道神的智慧 怎么知道神的智慧 一定要牧养他 让他们对神的认识加深 有他更能够传神的旨意 所以就是包括牧养 所以可以说教会的职责 除了有别的职责 主要来说就是传福音 和牧养信徒 让信徒更多的验识神 更多的验识神 这个是教会的职责 这个是神奥比 在万世以前的旨意 所以说万世以前 在简选以色列民族 就是他传福音给全人类的工具之前 就是未呼召阿拉伯神出来之前 已经映定了 就是这个神的智 将将来要在地上設立教会 将神的福音传给全人类 这个就是神 隐藏在神的奥秘里面 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先逐步逐步显然出来 在这里让我看到信徒的职责是怎样的 信徒的职责在马太福音那里 很清楚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史玛民作我的门徒 这是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史玛民作我的门徒 这个信徒的职责 去怎么去呢 去哪里 不是去玩 不是去吃 不是回家 而是去 向你认识的人 或者你不认识的人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作我的门徒 就跟着来说 你认识的人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作我的门徒 就跟着来说 你认识的人 牧羊唇徒 牧羊初信 怎样牧羊 在街上就变得好 如果可以的话 带他回教会 带他回教会 在教会的气氛里面 大家一起牧羊 所以信徒的职责 刚才福音 基督教 刚才那里的经文也讲到 而大使命也讲到 信徒是要传福音 并且要把接受了福音的 拜回教会 拜回教会 当初信的人拜回教会之后 是不是就 算了 我做完我的工作了 做完我的工作了 不用你了 OK 把初信的人拜回教训堂 教育牧师 教育牧师 是你的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也都需要一起参与 牧羊工作 因为苏牧师对这个新信的人 所现实有限 你和他 你和新信的人 的关系 好过他和苏牧师的关系 是不是 他一定要由你的参与 里面 将这个初信的人去牧羊 去认识更多的神 即使你要跟进 关顾初信的人 使他融入教会的生活 使他融入教会的生活 然后他属于生命 成长 当他属于生命成长之后 他又去传福音 又将人打回教会 这个就是神的使命 我们要继续传福音 继续去做走 关顾初信的人 保罗不是只有他说的 在他一生里面 他就这样做 保罗不是只有他说的 他在他身里面 怎样 他主力向外帮人 祝福音 虽然他也曾经向以色列祝福音 不过向以色列祝福音 他不行 不肯定 说不行 未说就被人打 未说就被人打 被人要骂的 我还要骂的 所以他知道这条路 他实在没有为他开 所以他最后跌了心 所以一心向外帮人传福音 他保罗一生的绑合影 向外帮人传福音 还有他建立教会 如果他传完之后走 派他走 他就只是做一半工作 他就建立教会 不单止建立教会 有机会的时候 在该教会的条路的时候 他都继续在牧养信徒 继续在牧养信徒 所以做信徒的政策 你除了要神的福音 介绍给其他人之外 也都要在教会里面 帮忙做牧养 帮助关闺的工作 并且 令到初上的人 就是熟练生得到成长 最后保罗勸勉信徒要干强 为什么信徒 保罗要他干强 因为他怕保罗坐牢 会不会连累到他 怕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邪教 怕 怕保罗是犯罪 保罗解释了之后 初上的人叫他 你要干强 不要因为我坐牢 你要怕到 慢震慢震 不需要怕 3章12段12段 那名恩信耶稣 就在他面里面放胆无懼 读信得已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那位 你们所受的挽慢 爽胆 这是源自你们的荣耀 源自你们的荣耀 因此我就负面情屈欺 求他按着他封性的荣耀 借着他的力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要是干强起来 很清楚 保罗在坐牢 是受到逼迫 也让我知道 做基督徒 做信徒 你一生中 或多或少 或大或少 你都会受到逼迫 耶稣基督 本身是第一个受到逼迫的人 跟着他的面图 在基督徒 基督徒 在基督徒 都会受到逼迫的人 甚至死 甚至死的 甚至保罗也都是这样 在保罗之后 世上有很多很多的拘捕 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 最近可以说 在触国文革时期 有很多的信徒 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仰 而受到逼迫 受到杀害 受到他们的痛苦 在这里来说 保罗这些是光明的事 不要因为你要坐牢 因为受逼迫 你会觉得很惨 很悶 保罗这些是光明的事 保罗他自己说 他坐牢 是为耶稣基督坐牢 因为是光明的事 所以他也希望 以色列所信徒 不要害怕 不要因为他坐牢 害怕 因为这是光明的事 面对逼迫的时候 就要祈求圣灵的帮助 使心中的力量干强起来 使心中的力量干强 逼迫的时候 如果你不祈求圣灵的帮助 你个人不觉得 我真的忍受 你可能就会投降 如果是投降 向波鬼撒旦 举起手投降 但是如果你祈求圣灵的帮助 你心中的力量干强起来 你就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这些迫害 但是 Receive 逼迫的时候 神不会挥拜你 神的更大祝福 就是会就会到你身上 神的更大的祝福 就是会临到你身上 所以每个信徒 每个信徒 一生都可能受到大或小的迫害 不要怕 因为这些是所有信聚教的信徒 都要面臨的經歷 只要你能夠升過 你就得到神經 如果你不可以升過 跌倒 你就能夠離開 這個就是信徒一生所必須經歷的事情 我覺得教會的信仰教會 教會是屬於全人類的宗教 不分種族 各種社會地位 任何信徒都是神的言語 所以在今天來講 我再不講衛以色列人 他說是神的選民 沒有這個 我們再不講衛以色列人 是阿法蘭的後約 即是神的後約 今天所有信了耶穌的人 都是神的後約 都是神的 所以再不講衛以色列人的宗教 或者是羊教 而是全人類的宗教 設立教會是神的奧秘 是神祂自己的奧秘 目的就是用信徒 得知神法官的智慧 讓我們更多知道 明白神這個教員的目的 信徒的責任就包括全福音 將初上的大教會給你更進 這些就是沒有一個信徒的責任 今天的講述 由我們低頭一起祈禱 慈悲人類的天父 我多謝你 就是今天的信息 讓我們明白 我們是信徒的責任 讓我們明白保羅他一生做了我們好好的榜樣 他全福音 建立教會 也盟養信徒 保羅也做了一個榜樣 當他坐牢的時候 一點也不害怕 當他面對迫害也一點也不害怕 因為他覺得這是光榮的事 但願我們都能從今天的經文中 學上保羅也學上主耶穌基督 不妥奉主耶穌基督神靠 阿門 很感謝神 寂寞藝牧師給我們這麼好的一篇講章 福音的奧秘就是有一位神 這一位就是耶穌基督 他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唱首回應的詩歌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有全能長久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蒜守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全憑身旁一切全額 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拼着熬夜的我 有全位永光 有恩典之爱 实习在尽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有全能闯着一座万物 也有温柔 享受安慰 受伤的一魂 有一位神 高着在荣耀的宝座 却实在释迦中的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拼着熬夜的我 有全位永光 有恩典之爱 实习在尽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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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拼着熬夜的我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拼着熬夜的我 有全位永光 有恩典之爱 实习在尽在永在的神 有全位永光 有恩典之爱 有全位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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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恩典之爱 实习在尽在永在的神 接下来是首圣餐 我有请魏牧师 各位大兄姊妹 按照教会的传统 每个月的第一个圣餐 第一个礼拜日是圣餐主日 圣餐就是门徒和耶稣基督一起领导的 最后一个晚餐 耶稣基督在最后一餐的时候 祂特别叫齐祂所有门徒 和祂一起分享最后晚餐 在圣餐 最后晚餐里面 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跟他们说 你们要如此一行 为的是纪念我 就是让我们接着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读一段 让我读一段关于圣餐的经文给大家听 记录在《歌人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至十九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愿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祝这饼就抹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药 你们满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满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就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泛主的身 主的血料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领受圣参的饼 和杯之前 我们要自己省察 省察是什么呢? 省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有没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如果你有得罪神 求神原谅 有得罪人 求人 向人求饶术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首极心清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圣参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如果你带着你的罪来领受圣参的时候 你就吃喝自己的罪了 让我们各人一起在脈土 脈土就是你自己和神交代你的罪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你自己向神祈祷 求饶术 求着神的勇气向别人求原谅你的罪 让我们低头一起祈祷 我们现在准备领受你的身体 是代表你的身体 准备领受的杯 是代表你流出的血 你的身体 我们吃了之后 会得罪能力 因为与主你融合在气 你的杯 你的血 那杯是代表你的血 可以洗剩我们的罪乎 神啊 如果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有得罪人的地方 求祢让我们有勇气 向人求饶术 如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 求祢原谅我们 让我们手的心清来到你面前 领受这个饼 这个杯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成名求 阿门 现在请准备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 出来领受这个饼 这个饼 这个饼 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吃了之后 即使我们与主耶稣基督 联合在一起 重申得力 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 继续让我领受圣餐的杯 一杯小小的葡萄汁 是代表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补血 主耶稣的补血 有洗净罪学的功能 让我领受这个杯 让我们的葡萄汁 洗净我们的罪污 请各位低头 我再次祷告 亲爱救主耶稣 亲爱救主耶稣 昔日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落出的补血 为我们死 令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义女 令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 可以成为圣结 可以预主你亲近 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 让我们在如下的子里面 都能够好好跟随你 成为你的门徒 祷告 祷告 逢主耶稣 祿圣灵球 阿门 请大家喜纳 我们唱赞美诗 然后请艺牧师祝福 詞曲 李宗盛 请各位弟兄姊妹低头领受神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在座各位同在 从今日直到永永圆圆 阿门 请坐 蜜土之后开晨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